一位自稱韓國瑜的支持者 他在網路上製作了一支 號召選民回家投票的影片 但是現在這支影片卻被發現 裡面長達一分多鐘的片段 是重製了之前 成大學生會所拍攝的影片 那支影片是在2014年的時候釋出 那麼這支重製的影片 其實放上網路之後 在網路上引發大量的迴響 從學五號釋放到現在 其實點閱人數已經到達了 五十八萬人 那麼現在成大學生會 在立委的陪同下出來召開記者會 要控告韓國瑜團隊造假 我們現在聽聽他們怎麼說 韓國瑜的影片 大概從一分三十二秒 到兩分三十七秒的部分 他大量的重製了 他不是重拍 他是重製了成大學生會的一個作品 然後旁白的部分 他雖然有重新配音 但是講的內容 幾乎跟原創作 幾乎是一字不差 那這種情況下 他其實已經侵害了 著作權法裡面的重製權 改作權 那這樣的影像呢 透過了網路播送出來 也侵害了公開傳輸權 那他雖然主張 成大學生會表示呢 其實這樣的一個影片 他竟然沒有經過任何重拍的 一個手段是直接用了影片裡面的內容 就連口白呢 也是事後自己改的 那這樣的一個影片 竟然沒有跟成大學生會打過任何的招呼 也沒有上任何的翻射 因此他們認為 這已經侵犯了助手權法 將在事後提出告訴 以上現場最新情況 時間鏡頭 交換彭雷直播